创意比赛近在运通 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春老师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台北股市今天表现不错 指数要大涨 那当然只要一涨起来 都是在创历史新高 我们稍微看一下 今天的盘指数找盘的时候 就直接跳空开高 那今天最高涨291点 那目前大概大致上 还涨了250几点 也代表说今天的盘 到目前为止 那个上影线留不长 其实这种盘是到现在为止 你看一路再走高 一路再走高 可是我不知道你没发现 其实今天这个盘是 跟端午节之前 有几天的模式有点一样 什么意思 我们来仔细看 端午节之前的时候 那个时间点 指数也是拉高 那时候指数拉高之后 都造成什么 下跌加速都比上涨加速多 对不对 我们再仔细看 那是6月5号 6月6号也是一样 当年指数大涨429点 结果也是造成下跌的加速 都比上涨加速多 那以今天这个盘来看 有点类似 我们来看 今天指数是拉高 没错 今天在整个前半场的时候 那个上市下跌的加速 都比上涨加速多 现在到尾盘的时候 有稍微 上涨的有稍微多一点 不过几乎是打平 那上跪也是一样 下跌加速比上涨加速多 对不对 那为什么会这样 都是拉台积电 我们来仔细看 今天整个台积电 目前涨了22块左右 也就是说 今天最起码200点左右的空间 都是台积电贡献 那你台积电持续走高 那就把台北股市 它再往上带 那关于这个盘 我在礼拜五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说过 接下来走势 美元是一个关盘的重点 对不对 以美元的走势来看 你会发现到 其实今天为什么会涨 其实昨天美国 也没有什么重要的 经济数据在发布 结果美股昨天还是一样 还是由AI的个股 指数在往上带 那最主要原因在哪里 你看 昨天的时候 昨天的时候 美元的走势 它在盘中的时候 有越过前面那个 105.45的高点 结果昨天 所有的亚洲盘 全部在走震荡 对吧 那结果呢 今天美元 没有再继续上去 那现在稍微有跌下来 而且呢 它有跌破那个 前面那个105.45的高点 现在在105.4 所以美元只要稍微一压回 那整个国际股市呢 让你看到上涨 所以呢 我昨天就有跟各位讲 这个盘你现在怎么去研判 两个重点嘛 第一个 美元不可以太强啊 尤其呢 美元啊 到目前为止 虽然在这边跟你走震荡 可是它还是比较偏多啦 照这个时间内 它并没有破线嘛 那我昨天跟他说过嘛 美元如果说去挑战前高 106.5的话 那当然对全球股市 一定会有影响 为什么 因为106.5 那个位置区啊 它是金银的高点 所以呢 美元它不可以太强 好 那目前美元没有嘛 那第二个重点呢就是 台积电不要破约线就好了 反正台积电占台北股市 三成以上的指数的贡献嘛 所以呢 台积电只要不破约线 台北股市呢 这地方怎么可能会跌 对不对 所以呢 用两个重点来看 一个是美元 美元不要太强 那第二个呢 台积电不要跌嘛 所以呢台北股市到这个时间里 它都跟你一直维持在多头 好 都一直维持在多头 可是呢 这个多头的重点就在于说 那每次当你去拉台积电的时候呢 指数是表现不错 可是呢 其他的个股呢 反而在这个时间里 有的时候会常常出现那个 跌的加速比上涨的加速多 那到底这个盘要怎么去做 这东西待会我来讲 整个操作模式啦 但是呢 我要跟大家说 台北股市 指数虽然是上涨的 可是如果你从今天整个盘面里面 那个跌幅比较大的一些 个股里面来看 你会发现到 比方说新日新 今天打到跌平嘛 老实讲 今天打到跌平到目前还是多头 因为他连月线都没破啊 但问题是 涨多的股票 只要稍微一有震荡的时候 往往那个下跌的 那个速度就很快 有没有 而且那个幅度就比较大 所以呢 很多时候我就跟他讲啊 不要去乱追啊 哪一天是追到高点是不知道啊 到目前为止 这些股票你再仔细看啊 很多个股都这样子啊 涨上来如果你才去追的话 结果今天又跌下来 很多个股都这样子啊 涨上来你去追的话 到现在为止 都出现这样状况嘛 其实像最近这种盘式啊 很多股票几乎都这样啊 你去看喔 就看他为止震荡 然后呢涨的时候去追呢 今天就跌下来 很多个股就这样子啊 涨的时候你才去追 结果呢又跌下来 有没有 不要说那个电子类股啦 非电子类股也差不多 那昨天钢铁股涨很多啊 结果今天全部都跌下来 全部都吐回来 很多个股都这样子啊 有没有 好 那这代表什么 其实到这个时间里 我老实讲 看到很多股票在那边 跟你走震荡 有的时候呢稍微动一下 然后呢稍微涨个一两天 结果呢马上一根黑棒下来 其实这代表着说 整个市场现在也会担心啊 会不会去追高啊 所以会造成说啊 整个市场呢 它会开始有一些 偏短线上面的一个操作啦 所以呢常常会造成这种现象啊 所以我就说到这个时间里 台北股市虽然是多头 那指数呢一路涨一路涨一路涨 因为你台积电一路重嘛 所以呢你指数也是一路涨啊 但问题是不代表说 你所有的个股都会涨 所以我说不管盘是它怎么去走 把握一个原则就对了 就不要去接最后一棒 对吧 那因为大家都不想接最后一棒 所以会让你看到很多个股怎么搞得 都出现震荡了 然后呢几乎都是比较偏短线操作 好 那到底这种拉机盘喔 就拉台积电的盘 那我要怎么做才能够说比较稳定的获利 而且不会去接到最后一棒 好我们就来仔细看喔 我一直跟大家讲喔 股市操作有一个原则啦 就是说你的成本就是要比市场低 如果你的成本都是比市场高的话 这就比较麻烦啦 因为后面如果没有在资金再往上拉的话 很容易就去买在高点嘛 所以我就说很多时候呢 想办法现在低档的时候呢 先把成本压低 不是涨上来之后呢 把你的成本垫高 我们从这个盘面里面来看喔 像今天有些个股啊 涨多开始出现震荡 那我也跟他说啊 这还不算空头啊 涨多出现震荡啊 可是这种震荡最怕什么 最怕破线 什么叫最怕破线 我举个例子来讲喔 我之前有跟各位讲过嘛 我就先以华通来当例子嘛 你看喔 从今年二月份开始啊 你说他有大涨嘛 该涨的去年都涨了 可是到今年为止呢 他就在这边跟你维持在一个区间里面嘛 对不对 但是这个区间呢 目前呢他已经跌破 上面这些重要的一些均线嘛 那现在面临到什么 就是前低不可以破啊 如果说这个前低一破的话 他就会造成什么 那个头部就会确立啊 而且当你头部确立的话 你现在所有的均线 接下来呢 他就会往下压 所以呢走震荡没问题 但是呢他不可以破线 等我意思啊 好举例来讲 这两天可能要注意一下 这档个股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比方说双红 有没有 涨多啦 涨多之后呢 如果说涨上来后面才去追的 到现在为止 后面就逃不到便宜了 尤其啊 像前面那个低点就不可以破了啦 如果说再跌破的话 慢慢的那个套牢的筹码 他就越来越多嘛 对不对 这是属于AI的个股啊 那你从其他AI个股里面来看 你就会发现到 这个早就破啦 前面的景线已经破一次嘛 最近又破一次嘛 对不对 我最近也跟他讲啊 我记得那时候 端午节之前那个礼拜五 我就说不太对啊 这个地方怎么搞的 他先跌下来 到现在为止也谈不上去 而且没有量 没有量空间也不大 所以呢当这些个股 都还在跌的时候 有些个股就要提防啊 他都会受到拖了 对吧 那所以呢 有些个股就说啊 不要去接到最后一棒 那不用讲啊 到现在为止 其实有些个股已经接最后一棒了 那只是说面对这种盘 你现在还是多头 那到底我要怎么做 然后呢 才能够稳定的赚 而不会去接到最后一棒 好 我们来仔细看啊 我最近跟大家强调的是什么 我说啦 盘面每天都有股票在涨 当然啦 你可以去找那种啊 已经涨上来的股票 看到有没有机会再冲高嘛 对不对 那问题是 如果没有冲高的话呢 就像我刚刚说的啊 有些个股不可以破前提啊 这一破前提的话 上面就会出现 很明显的套牢筹码嘛 是不是 所以我就说啊 这样的个股 我们就不要去追 我们去抓什么 抓第一档个股 抓它市场的轮动 什么叫做抓它的轮动 因为你现在盘面多头还在啊 只要台积电不顶 台积电不破月线 台北股市怎么会破月线 然后第二个重点就是说 美元如果说没有非常强势的话 照理说这个盘 都还有机会维持在多头 只是说在这种多头的架构里面 怎么样不要去把成本去垫高 好我们举例来说了 怎么样在低档的时候呢 去买后面轮动型的个股 这两个股你一定知道嘛 我跟大家讲过啦 6月3号的时候我说 买长家智能86块 当天说在856一定都买得到 对不对 好你再仔细看喔 6月3号的时候我们进场去买 6月4号的时候 在我们那个LINE Edge 你看那个时间点 这是盘中的时间啦 9点多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 我们昨天有去买 6 8 41的长家智能 对吧 我的LINE Edge几乎都是盘中发的 我不会等到收完盘之后 我在看什么东西涨 然后再跟你歌功颂德 我讲那对你来讲 没什么太大意义 反正要歌功颂德的那种节目 反正收完盘都是 所以我在做盘中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 到这个时间点 我们要怎么去面对这个盘 那我们的策略在哪里 方向在哪里 所以你注意看嘛 当初6月3号买完之后呢 我没有叫你追嘛 股价还在低档的时候 叫你去买 对不对 是很符合我跟你说的 我们尽量把成本压低嘛 这种盘大家都怕追高啊 可是每天都涨一堆股票 问题是每天涨的股票都不太一样 所以弄到说心痒痒的 这个你也想要 那个你也想要 问题是很多个股呢 结果涨一天之后后面又跌下来 所以就会造成说 你去追高的那个风险越来越大 所以我就说 那种方式我们就不这么做 所以我们把成本压低嘛 压低完之后呢 它开始动嘛 结果你注意看啊 上个礼拜继续创新高吗 上个礼拜继续创新高吗 我成本在这里 是不是 到上个礼拜五呢 继续创新高 到昨天呢 继续再创新高 是吧 到今天呢 金工厂听啊 再创新高 重点是你的成本在哪里 当你的成本在低档 我就跟他讲过啊 这东西你怎么可能会有 接最后一半的问题 没有啊 而且当这种盘面啊 台积电让台股维持在多头 可是呢 当每次涨台积电的时候 很多个股就不太动 就很讨厌啊 那我说嘛 不太动的股票 那你要去看它的位阶嘛 如果说是高档稍微压回 我说那都还没什么问题 现在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说 有些个股的压回 它不可以破线啊 如果是破线的话 你就要预防啊 这种盘整盘 它会造成上面 有很大的套牢头部出现嘛 对不对 那像这类型的个股 其实我们从之前的一些 个股里面来看 很多股票都是这样子啊 很多股票都是这样子啊 啊你再仔细看嘛 从跌下来的时候 融资就每天在那边做低接嘛 其实低接到现在为止 我说真的有讨到便宜吗 没有啊 所以你看整个指数在走多啊 其实很多个股啊 很多人在这个时间点啊 都在最高 所以呢 你要预防说让自己去接到最后一棒 然后每天在那边等 等说到底低档在哪里 然后等什么 等股价到底会不会持续往上攻 结果指数创新高啦 到现在为止都还在等解套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 有些高档的股票就不要去追它 你不追它你就不会有那种什么 去接最后一棒的问题啊 你也不会当市场最后一只老鼠啊 是吧 所以咧 我们怎么做 我们把成本压低啊 低档完之后呢 一路往上攻 我跟你讲啊 今天涨停是117啊 还要再加一块钱的息啊 算了 这段过程里面 从86到117 你看这段赚多少 涨一大段啊 好 除了一些比较高价的个股 我们是这么做之外 再举例来说嘛 你是资金小的 我的做法都是一样啊 不让你去追价 但是我们就抓这个市场 人弄到底在哪里 所以咧 上个礼拜五 我们去买什么 政达嘛 24.9 当天买完之后 直接往上攻嘛 那时候我就跟魏讲过了 有些个股 来到这个时间点的时候 当他从低档往上 往上攻的时候 只要他过景线 他还会继续攻哦 还会继续攻哦 对不对 结果咧 有没有继续再往上攻 重点是 你成本在哪里啊 当我们从低档买上来之后 到现在为止 我就跟他讲啊 你这样的操作模式 你怎么可能会去接最后一半 盘之外走多啊 大家都知道啊 盘怎么搞的 一直创新高 一直创新高 然后呢 到这个时间大家都在担心啊 到底我可不可不可以买 可是你不买 你就看到那指数一路往上涨 可是当你买进去之后 你会发现到 奇怪怎么搞的 台积电在拉一堆股票不动 常常都是这种模式嘛 是不是 那没有办法 你现在面对这种盘 你就会想啊 那既然你多头还在 那我要怎么样才能够 稳当地赚到钱 而且呢 这个时间点 我不会去接到最后一半啊 所以我们的做法都怎样 低档买完再往上供啊 是不是 像这类型的个股 低档买完就往上供啊 重点是我的成本在这里啊 你再仔细看嘛 像这类型的个股 当初我跟各位讲连语的时候 也是一样嘛 353附近 我说嘛 不管你资金大跟小 我所有做法都一样 尤其资金小的 我们更要保护啊 因为资金只有一套啊 如果说在这个时间里 你拼命去追加 拼命去追加 我跟你讲 你套个两三档后面 你也没资金了啦 所以呢 来到这个时间点 怎么样 在这个市场里面 稳稳当当地 在低档把你成本压低 那时候买联宇也是一样啊 当初的时候 你一定买得到啊 当天先供涨停嘛 隔天再供啊 为什么隔天会再供 同样呢 他也是过紧限之后呢 就往上供嘛 对不对 但重点是 如果说你把成本压低的话 你没有什么好担心啊 我再举例来说嘛 你再仔细看嘛 其实我们的做法 几乎都一样了 你再仔细看 当初我跟各位讲过资源嘛 对不对 资源那时候呢 我跟他讲的买点在哪里 在这里啊 结果你注意看嘛 当天的买点 在这个位置去啊 这几天就冲上来啊 那我跟他讲啊 我之前前面获利卖掉嘛 但是以我们的做法来看 你就会发现到啊 只要你成本压低 怎么做你都是赚钱啊 如果说你再等到啊 这两天你再来去追 你看今天又开高手低啊 啊我问各位嘛 啊每次有低档你不满 等到涨上来你再来追 这样对吗 这样对吗 你稍微思考一下啦 到底这种盘是喔 因为我敢说 我昨天就讲喔 这种盘你看它一路长 很多人也很担心啊 我这里到底该不该进场 我说你有这样的一个 思考模式是正常的 而且这也会让你 稍微不要随便去乱追高嘛 但问题是你要做得到啊 所以我就跟他讲啊 当你低档买进之后呢 股价就弹一段给你看啊 是不是 像这些个股也是一样啊 低档买进之后呢 一过景线继续往上冲啊 有没有 小资金的也一样嘛 低档买完之后呢 过景线再继续往上冲嘛 所以你只要把成本压低啊 厂家智能也是一样啊 成本在这里啊 今天继续再创新高 是吧 那些都过去了 重点是后面 有什么样的个股要往上攻啊 我再举个例子给大家看 6月14号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预告啊 我说 接下来这个礼拜 要准备要走 轮动攻击的股票在这里 为什么 你会发现到啊 我现在帮你抓的股票 周线上面都出现一个大底的形态 就说它底部已经打出来了 那你现在盘是在往上攻的过程里面 一定有很多那种落后型的个股 它还没有动 不是说今天涨什么都是你的 我就说每天都有涨不一样的股票了 结果涨的股票你都有 我说你相信吗 跌的你都没有嘛 涨的你都有 我说那样做法是不太对啊 因为你没有那么多资金啊 那你怎么样有效的资金里面 这个地方去掌握这个盘面里面 后面要攻击的个股 我认为这样的操作才是 到目前这种盘式里面 你才不会去成为市场最后一只老鼠 所以上个礼拜我跟大家预告 我就说这个礼拜要准备轮动的攻击股 周线大底完成嘛 6月14号你自己去YouTube里面看 我怎么跟你讲 我不要把这个时间花在减袋子了 因为这类型的个股你就会发现 连续差不多这快两个月的时间 都有人在买嘛 而且法人都在买 所以说有些筹码稳定 而且在低档的股票 我认为这一定有机会啊 有没有机会 我们再仔细来看嘛 上个礼拜跟你讲的叫加金啊 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64块半到64七附近 我们买进 当天先收高嘛 对不对 你再看今天的日线 我买在这里啊 昨天休息一下亮说啊 有什么我担心的 因为你成本很低啊 结果今天再继续往上攻 当继续往上攻代表什么意思 是周线才刚要上去啊 所以我就跟他讲过 很多个股我们在抓的是什么 在底部形态的股票 不是说等到涨上去之后 哇 看这个墙赶快去追看看 搞不好明年有机会啊 是不是猜嘛猜看看嘛 结果你猜一堆啊 猜一堆之后呢 搞不好一两档有上去啊 其他都跌下来了 我说这样做法没有什么意义啊 所以我们现在的操作模式 我就说嘛 当你台北股市 你目前还是多头啊 因为你台积电在撑啊 所以你这个盘式呢 我说你台北股市 要出现那个转折啦 或者是在那边走震荡 你要看两个条件嘛 第一个台积电跌不跌嘛 第二个美元强不强嘛 那你现在这两个条件 都没有造成说有那个危机在 那你现在台积电它一直涨 那当然这种盘式 指数也跌不下来啊 可是那指数跌不下来 不代表说你所有的股票都会涨 是不是 你现在要怎么做 才能够不接最后一棒 这是关键啊 所以我就说 去掌握第一档的股票再往上攻 对不对 你看这些股票啊 第一档买完就往上攻啊 第一档买完 过井线之后继续往上攻啊 这些个股也是一样啊 第一档买完之后呢 再往上攻嘛 甚至于连当初 第一档跟你讲的资源 这几天都谈起来了 是吧 怎么去接最后一棒 而且这种股票我说很多 我们这波很多个股都这样做啊 第一档买完就上来啊 第一档买完都上来啊 我们这波所有的操作都这样啊 我不让我们的会员去追加啊 所以第一档买完都往上涨嘛 有没有 这些个股都是一样啊 是不是都这样子做 我说不管你大小资金啊 我的做法都一样啊 我们不会为了做生意每天去 追那个涨停板 然后跟你讲 你看我的股票涨停板 没有啊 我们都在第一档买啊 这已经连续三支了 这些个股也是一样啊 第一档买完之后连续三支啊 有没有 第一档买完都创新高啊 而且我都有买有卖 是不是 这些个股都一样嘛 第一档买完都创新高啊 涨停板不是用追的 好不好 但问题是我说 这些股票都过去了 接下来你要怎么去抓市场的轮动 好我们来仔细看啊 因为这个盘到这个时间点 我就说 凡台积电跌不下来 你说这指数要怎么走空 我也是每次都涨台积电 一堆股票都不涨 所以你遇到这种盘 你就会觉得 很讨厌到底该买不买 我跟你讲 你不用去思考这些东西 想办法在美元没有走强之前 台积电也没有破月线之前 这一段的走势里面 几乎都是走个股表现 但是这个个股表现里面呢 尽量把你成本压低 所以咧 到目前为止 接下来后面要轮动型的个股都在这里 像这类型的个股 你会发现 那个底部都已经打出来了 现在只是景线过跟不过的问题而已嘛 那老实讲 那个补个量就过去了 那我预计这种股票 它一过景线 它就是准备工厂低 所以呢 有些个股 我是建议你先做DGA 好不好 所以咧 认同我们的操作方式 一起来 扶你到年底 好不好 欢迎你来电咨询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凝湿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运达投顾 成立于民国八十四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 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 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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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迟动了 看见行人行进路口 准备穿越道路时 汽机车应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哦 很慢耶 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 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另外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 不管同向转弯或执行交叉 预行人过马路 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 汽机车行进依法 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 未暂停让行人先过 最高可处6000元以下罚还 停让一小步 交安一大步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 欢迎回到现场 台北股市坚持数在创新高 那当然每次都是拉台积电 那当拉台积电的时候 就会造成说 那个资金过度几周 那很多个股就不挡 对不对 从端午节之前就这样 那我就说面对这种盘 它只会一直维持多头 可是呢 因为很多股票 它未必跟上大盘的脚步 所以我就说这种盘要怎么做 我们的做法就是 掌握低档的股票 去抓它后面的轮动 那如果说 现在这种低档型的个股 你都掌握不到的 我建议各位啦 接下来的个股在这个地方 一过井线就准备工长低 所以我会把你的成本压低 那如果说你今天能够认同我们的方式 而不想去追高的 欢迎你跟着一起来 好不好 50%服务你到年底 欢迎你来练咨询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 敲春元老师声明书 请来网路诈骗猖獗 当用敲春元老师照片及简介 收取不当之会费及开课费用 诈骗投资人 请投资人雇受骗上当 若有疑问 请拨打运达投顾公司电话确认 以免权益受损 本国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价证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你是 你是 呃 呃 呃 言 金 李 金 金秀賢 李美芬啊 好多 喔 我輸 輸 瘋子 我是你老婆 你累了嗎 保麗達 蠻牛 真的才會 會搶 保麗達 蠻牛 林寶寧 空流水 2781 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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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達投顧真心照顧 運達投顧成立於民國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運作的投資顧問公司 擁有證券及期貨雙執照 更是國內少數老字號的投顧公司之一 投顧業是一門兩新的事業